我们看一下世界各国有疫苗的都在提速注射 于是这时候资源短缺的问题出现了 因为无论哪一种疫苗 一定得要用玻璃瓶来装 而这种玻璃瓶的原材料是膨细酸盐玻璃 现在已经供应紧张 到时候不是没有疫苗 而是没有药瓶装疫苗 这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科兴疫苗 刚刚换了最新包装 它变成了两剂共用一瓶 理由就是为了减少药瓶使用 这样子产能才能够加快 才能够快速供应 它原来是单支药瓶装0.5毫升的疫苗 那就一个人接种一个药瓶 现在改成单支两剂 就是一支药瓶装一毫升的疫苗 分别给两个人打 我们举个例子 北京的接种率现在已经达到76.61% 这样提速的注射 当然药瓶的消耗量会很大 但是开始引发疑虑 共用一个疫苗的药瓶 剂量会不会分配不均 另外如果不是一起去打 剩下一半的疫苗 在等待下个人注射的时候 有没有变质风险 以前一瓶疫苗剂量 0.5毫升就供一个人使用 现在一瓶疫苗剂量变1毫升 分给两个人打 大陆科兴疫苗换新包装 改成单支两剂 剂量都是精确的 我们第一针抽完之后 第二针我们会要消毒一下 消毒后的话 我们会按照原先的尽量 就是用原先那个针口 尽管疫苗成分和每个人 施打的剂量都维持不变 但要跟其他人 共用同一瓶疫苗 仍掀起不少之疑 为此上海的接种中心 特别采购科度更精准的注射器 避免抽取不拘 科兴也表示 每瓶疫苗实际容量 也会多0.25毫升 保证接种者都能足量施打 第二针0.5毫升没有打掉 可以保存一个小时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工作量的情况下 一分钟你保证能打到 那就完全不影响 这个第二次接种的这个药效 疫苗换新包装 科兴解释是为了加快产能 节约储存运输空间 但最主要还是要减少药品的使用量 因为无论是哪种疫苗 一定得用要用玻璃瓶成装 而这种玻璃瓶的原材料 捧细酸盐玻璃已经供应紧张 我们下了紧张之后 这个时间大概是在半年的时间 玻璃馆才能运到我们工厂 今后也比较受影响 现在周期又来又长了 从我们签协议做合同 签过大过去 人家收到款安排生产 到馆材到我们厂 基本上得有六个月 提前半年下单 自从新冠疫苗开打后 膨细酸盐剥离 价格更涨了两成左右 现在一顿月人民币两万六千元 制成的药用玻璃瓶 销量翻倍增加 我们也从国内的几个大厂 获得了证实 他们的这个销量呢 目前都是翻三到五倍 有的甚至十倍这样的翻倍 就怕药用玻璃瓶 影响疫苗产能 除了科兴外 大陆已经允许其他疫苗厂商 也能以单只两剂包装 未来新包装疫苗供应量 将占七成以上 其实不止药品 疫苗注射器也是全力增产 截至五月十一号 大陆全国新冠疫苗接种量 已超3.4亿剂次 其中首都北京突破 一千五百万人施打疫苗 十八岁以上人群接种率 达百分之七十六点七一 先前大陆国家卫健委 期望在今年底前 拼全国八成人口接种疫苗 疫苗产能能不能跟上 考验才正要开始 TPBS新闻综合报道